我们要去湖北看一条消息 22号上午一场追悼会在湖北殷山殡仪馆举行 以示者是在一场执法行动中被袭身亡的城管队长段金银 3月16号上午段金银带领队员到一个现场打算制止一起违章建筑施工 那么就在劝说的时候一个锄头砸向了他的后脑 这是执法时负责视频取证的城管队员自己拍摄的视频 记者了解到在3月15号的下午 湖北殷山县城管执法局东执法大队接到举报称 有人在连租房小区违章建设 城管队员前往现场发现 小区门口围墙的角落里已经堆上了建筑材料 第二天上午段金银带着队员在辖区巡查时 发现前一天劝阻过的人在原地居然动了工 于是执法队员再次上前劝阻 熊建一家没有办理合法的建防手续 执法人员当场下达停建通知书 熊建一的儿子熊俊签了字 当时他收到这个通知书的时候 我们的执法人员就是也是给他介绍这个法律法律 而且要给他立即前去建筑 当时他口头上他就同意了 同意了就是可以了 可以而且就签收了 十点多段金银和队友返程时发现 熊建一和家人继续在施工 已经雷起了几层砖 于是段金银一行七个人再次上前劝阻 熊家不听双方一度僵持 期间城管队员不时用脚踢地上雷起的砖 熊建一的儿子随即打电话报警 报警后熊家人继续在现场和城管队员理论 而接到指挥中心派警的温泉镇派出所民警四人 随后赶到了现场 我们到现场发现但是并没有打架 就是发生是个纠纷 城管队员觉得镇上执法 这个事情是不受治安范围 我们就是做出工作 民警和城管人员一起劝诫熊家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当时有五个城管队员围在熊郡周围 准备将地上雷起的砖拆除掉 熊某的儿子突然弯下腰去捡砖头 被城管队员将砖头踩住 没能捡起 此时段金银面对着熊郡进行劝说 就在这时 一直站在一旁的熊建一突然抡起锄头 打向背对着他的段金银的头部 城管队员迅速将倒地不起的段金银送往医院 熊建一也被民警控制 对方在你打击前有跟你动手 没有啊 没有动手 没有动手 没有骂他 他当时就说了 我就要专门查他头部打 打他头部就可能一下子把他放倒 打其他的部位可能放不倒 他是个年轻人 熊建一说 他想利用连租房小区门口围墙角落这片地 建一间房卖早点维持生计 但这块地是属于连租房小区的 不能随便建房 目前熊建一因涉嫌故意杀人 以及当地检查机关批准逮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